我们这次要勾的 是一款斜纹的折耳帽 那它这个斜的方向可以向右也可以向左 大家自己拿捏 那一般来讲我看到在网路上大家教的都是向左 那我教的时候我会教向右的 那同样一开始我们先要勾这个帽子的时候 要先把帽子的螺纹的部分先勾出来 螺纹的话我会使用五公分宽 然后我事先织过了五公分宽的话大概是九针 好那我们这边先把线在手上先绕好 然后我用的勾针是80的 也就是5.0mm的这一边最粗的 好我们把线拿过来 勾针从后面往前推 转一圈变成一个像扭针的样子 然后勾一针锁针出来 好勾出来了之后 然后我们接着连勾十针锁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我们十针勾好了之后 为什么勾十针呢 实际上我们只要九针 但是因为我会多勾一针 作为起立针的所针 好我们勾好了之后 这一针是起立针所针 我们往后退一针 从这一针开始勾短针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空一针再勾短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可以看到最后一针 九 我们勾了九针短针 一针 好到了这边 最后结尾这边的时候 也就是刚好我们起头的线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勾一针起立针的所针 翻一个面 好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我们这边 有九针所针的 刚刚勾的九针短针的那个针眼 我们从第一针开始 我们只要勾一 后面的这一条线 这边的 可以看到前面一条 后面一条 我们勾后面的这一条 同样勾短针 一 好后面的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刚好又是九针短针 好到这边结尾的时候 我们同样勾一针起立针的锁针 翻面 同样这边也是 勾的是后面的这一条线 不要勾前面 一般来讲 短针我们会从整个这样穿过去 但是这一次我们不要 我们只要勾后面的这一条线就好了 同样九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好又到头了 同样 勾一个起立针 然后再翻面 同样也是勾后面的这一条线的 好同样是勾后面这一条线的 也同样勾九针过去 我们这一段呢 呃这个长度要勾多长呢 大家勾的时候 可以拿起来在自己头上围一下 呃刚好是头围的长度 那这个头围的话是57公分我勾的 然后呃我勾的长 试过我这边的密度大概是78行 我们记得勾的时候这个一定要6的倍数 可以看到我这边可以看到我这边78行 78行的话他除以6 16的6 18 3 刚好是13朵花 那如果说你要勾小一点的话 那如果说你要勾小一点的话 可能到60行也可以到 呃66行 72行都要这种行数的 它是6的倍数 我们把这边的头围的长度勾出来了之后 呃我们再教大家怎么连结 我们帽子的这个呃 螺纹的长度已经勾到这边已经够了 好那接着我们就要把它连结在一起 我这边勾的刚好是第77行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边写78行的话 因为有一行是我们连结的地方 会多一行出来 所以勾77行第78行作为连结的 好我们把这个拿过来了之后 这一段螺纹拿过来 我们把它面对面的放在一起 好我们把呃有线的这个放在后面 好线先绕好 然后我们这边只只剩下一条线了 就是这边的这一条线 可以看到这一条线就没有问题 这边这边一条线 好这边我们同样是要选择 勾后面的后面的这一条线 好后面的这个半针 好两针一起勾上来引拔出来 好然后再来 同样这边的只有一条线 这边的是后面的半针 半针那个半针的一条线 勾上来引拔 这边 第三针 第四针 然后第四针 引拔上来 好第五针 这边也会是九针 好引拔上来 六针 三针 同样影拔 七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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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上来 八针 三针 这边是半针的 好引拔上来 最后第九针 同样半针的 跟这边的 好引拔上来 好引拔上来之后 我们记得把它翻个面 我们要做的这个放在里面 外面才会看得漂亮 好然后接着我们这边就要换到 七号的钩针 也就是四零的 我们连钩三针锁针 一二三 好然后接着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这边钩长针 先绕一圈 钩长针 再绕一圈 我们就顺着这边的针 一个凸的地方钩一针 凹的地方钩一针 这边钩出来会刚好七十八针 我们第一圈已经钩完了 我们同时在这个结尾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有一二三 三针锁针 最上面的这一针 我们把它相连接引拔出来 好然后接着我们要钩第二行 我们先钩三针锁针 一二三 好然后这一行呢 我们同样是钩的是中长针 因为这一行中长针钩完 我们这一行也同样钩中长针 但是这一行中长针有点不太一样的就是 它三针要往前 三针要从后面穿针 那也就是人家我们大家讲的表中长针跟理中长针 好那我们先钩三针表中长针 同样在钩针上绕一圈 从前面横的看到没有 从横的把线勾出来 好第一个结尾 再来一个结尾一针 好第二个 第二针同样勾上来 结尾然后再结尾 好第三针 从同样从前面 好勾上来 结尾 再结尾 好接着这边是后面的理中长针 我们同样在勾针上绕一圈 但是我们这一次不从前面绕的了 我们要反过来 从后面 从后面绕过来 绕上来了之后 两针结束 再结束 好再绕第二针 同样从后面 好勾上来 结尾 结尾 好再到第三针 再勾上来 好这边两针先结束掉 再结束掉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是三针前面 三针后面 好接着同样我们再来 就是从前面的 三针前面一 第一针 好再来 第二针 好再来 第三针 好接着三针完毕之后 又是后面的了 绕一圈 后面 第一针 第二针 好再来 第三针 我们只要记得三针前面三针后面 所以才会要有六的倍数 我们把这一整圈都用这种方式 三针前三针后 勾完 勾完了之后 第三行 我们勾针 勾的针的位置就要有所变动 好我们把这一行先勾完 第二行先勾完 我们第二行这边已经勾到结束的地方 可以刚刚看到 这边是后面的 这边是前面的 我们同样从这边算 一二三 三针所针 最上面这一针 我们引拔针出来 相连结 好接着再勾三针所针 一 二 三 我们这边同样 鞋的纹路的图样可以往左也可以往右 看自己个人 那我们就是主要是看剪这边的针的位置 那我向右好了 因为我发觉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在织这种帽子 他们是向左的 那我们既然大家可以看得到向左的 我就改成向右的 好同样我们这边 在勾针上绕一圈 从前面 第一针 把线勾出来 好结束掉 两针再结束掉 好再勾第二针同样绕一圈 从前面 把线勾出来 好同样结束掉 我们这边只勾两针 本来应该三针的 我们勾两针 因为我们为了要移动位置 所以第一针的这个前面的 我们勾到这一针 最后一针呢 好接着我们就三针后面的 绕一圈 从后面 把线勾出来 第一针 再绕一圈 勾第二针 好再绕一圈 勾第三针 好这边三针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两针 这边三针 好接着我们又是三针前面的 绕一圈 这一针本来是在后面的 我们现在改勾前面的 一 好再勾一针 二 好再勾一针 三针 三 好接着又是后面的三针 可以看到这一针前面的 我们改成后面的了 一 二 二 好三 好我们就同样用这种 三针三针的方式 把这一整圈勾完 然后下一行 再改 改的时候呢 那这边这一个 就变成一针前面的 然后这一针变成后面的 就一二三 三针后面的 然后再三针前面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勾 这一段长度呢 大概13到14公分 整个从 这个地方的长度到上面的长度 大概是18到19公分 我们把这一段 长针的这一段的斜纹先勾完 好我们勾完的时候 我们再做帽顶的收针 好我们这边已经勾到最后了 我们把这边最后的连结起来 好我们这边连结 好然后接着一 二 三 三针锁针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的长度 18到19公分 我们从这边量 好到这边 19.5也可以 好 然后我们这边就要来开始做剪针 剪针的话 我们从 这个地方开始剪针 好我们一开始 我们应该用这个上针的地方剪针 因为这边刚好是跨越到这个地方的 我们把它挪到这边剪针 这样子的话 待会剪针就比较方便 我们这边只要勾一针就好 这边勾一针 背面勾的 两针合并 好接着我们这边上前面的 一 二 我们表面的不剪针 用里针剪针 好这边再勾上来 好接着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接着一二三 三针里针的 我们勾一针 从这边 先勾出来 好 两针勾掉 好这边有两针 我们先不做处理 然后再勾 那再勾针上绕一圈 勾第二针 好我们先勾上来 两针处理掉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勾针上有三针 我们三针一起勾掉 他这样子就收掉一针了 好然后再勾一针 我们这边还有第三针要勾掉的 好第三针勾掉 好下一次我们勾的时候 这边就变成了两针了 好接着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又变成了 呃前面勾的了 好从前面 一针 好再来第二针 好接着第三针 好我们勾掉 好接着又是三针背面的勾的了 好从这边勾一针 我们把第一针从后面的 我们记得后面的都是要做减针的 两针勾掉 好再勾一个 勾针上绕一圈 好再勾一针 好 然后这两针先勾掉 然后再勾一针 三针做一次解决 好接着勾第三针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前面还有一针啊 我们勾第三针这边的 实际上这边从后面勾的是变成两针了 好接着这边是不是又三针前面的了 好前面的 一 二 三 好接着我们要做三针背面的要做减针了 好勾第一针 从背面勾上来 两针先勾掉 好我们勾针上两针 好再绕一圈 勾第二针 两针勾掉 接着三针做一起勾掉 还就剪针剪掉一针了 好然后再勾第三针 好我们把这一整圈勾完 然后我们再做下一行的剪针 我们这边已经勾到最后快要接头的地方了 我们把这边最后的勾掉 好同样这边 一二 两个前面的 第三个 前面的 好我们刚刚前面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 里针 从后面勾的 只有一针 我们这边要勾到两针的 但是我们这两针当中要两针并一针 所以我们现在绕一圈 从后面把线勾上来 两针先结束掉 勾针上面仍然有两针 同样再绕一圈 把最后一针 线勾上来 两针结束 然后接着三针做一起勾掉 然后接着同样我们从这边 一二三 最上面这一针 线勾出来 引拔出来 好接着我们三针所针 一二三 好然后接着这边又是前面的 好一 我们记得前面勾的现在都还不要做收针 二 我们同样要勾三针 三 第三针勾掉了之后 接着我们又要做减针了 好这边的话我们是两针了 所以我们就从后面勾第一针 好先结束 勾针上的南有两针 好再勾一绕一圈 再勾第二针 好勾上来了之后 同样结束 三针一起收掉 我们这边又收掉一针了 好接着又是三针前面的 一 二 好再来一针 好再来一针三 好结束掉 然后接着这边又是两针的后面的了 绕一圈勾第一针 好两针先结束 然后再绕一圈 勾第二针 同样先把前面的两针先结束掉 现在勾针上三针 做一次勾掉 好同样又是三针前面的 然后接着再来做剪针 我们这一整圈都是用这种方式 然后我们把这一整圈剪完了之后 我们再做第三次的剪针 好我们先把这一整圈先剪完 我们这边已经勾到最后几针了 好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勾掉 好这一针也是前面的 好两针结束 最后的结束 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要勾的是 呃背面的背面的 这两针我们要把它给合并起来 也就是剪掉一针 我们先绕一圈再勾针上 从后面先勾一针上来 把前面两针先结束 好我们勾针上还有两针 然后再绕一圈 把后面这边最后一针 好我们勾掉 两针结束 我们现在勾针上三针了 好三针一起勾掉 然后接着我们从这边算 一二三最上面这一针 我们直接勾过去 引拔针出来 好然后接着再三针 一二三 三我们还要再做第三次的剪针 因为第三次剪针 刚好卡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在上前面的表针的地方剪针 好我们同样像跟后面的里针剪针的方式一样 我们先把第一针 勾掉 好我们这边有两针 然后再绕一圈 勾第二针 好这两针勾上来 我们这三针现在上面的一起勾掉 好然后这边的刚好这边的话 挪到前面来 这一针是前面的 好勾掉 从后面勾 好这一针我们就变成前面勾的了 因为这一针勾后面的 这一针前面勾的 我们从前面勾上来 做结束 好再来第二针 第一针勾上来 两针 再来一次 第三针勾上来 两针 我们这边现在 勾针上有三针 我们三针一起勾掉 等于在表针的地方 我们做一个剪针了 好第三针我们就直接勾 背面的里针 好勾掉 好然后接着又是表针 表针的时候我们又要做剪针 我们第一针 正常的勾 好第一针我们正常的勾掉 然后第二针第三针 我们要做剪针 第二针 两针先结束 再勾第三针 前面两针结束 勾针上三针 做一次勾掉 就剪掉了 好最后这一针 我们勾的是里针 从后面勾 勾掉 好接着又重头重复的 好表针 勾掉 第一针是勾掉的 好第二针第三针合并 第二针 好第三针 好三针一起勾掉 然后接着又是里针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 表针的第二针第三针 我们做剪针 我们把这一整圈勾完了之后 我们再做整个帽子的收尾 好我们这边已经勾到最后了 好这边同样 这两针也要做剪针 好先勾一针上来 把两针先结束 再勾一针 然后两针再结束 现在我勾针上有三针 三针做一滩一起结束 好然后这一针是背面的里针 好先勾一针 里针上来 最后这边呢 因为我们前面这边 已经先做剪针了 所以这边就直接勾一个表针就行了 好 然后结束 我们同样从下面算 一二三最上面这一针 好引拔针出来 然后勾一个锁针 我们把线拉长一点 然后把线剪断掉 好因为我这边帽子 我觉得够长了 应该有二十三公分长了 我们这有二十三公分多 二十三点五 好然后我们这边 要把这个缩口缩起来 好我们用一个这种缝毛衣的针穿上 好从这边我们每一针 就像这种方式 绕一条线 绕上来 整圈穿上来 如果你的帽子的话长度不够 你可以再同样用 我刚我前面讲的方式 两针并一针的方式把它收掉 就用这种表针的方式收针 把它再收一针也可以 因为我的帽子我觉得长度够了 我不要它太长 太长了会把眼睛给盖掉 好那我们就把这边先整个整圈穿一圈 好到这边 好我们走到这边的时候 看到我们这边起头的地方 我们把线抽紧 好抽紧了之后 它会变成一个小圆圈圈的小洞 拉紧一点没有关系 我们从旁边 下去穿到里面去 好我们把整个帽子翻过来 好把它拉紧了之后打结 往前走几针 然后在线上面自己绕一下 我们从前面这个地方 再往前走几针 然后再打一个结 让它牢固一点 不容易散开 好我们往前面再往前走几针 这边 好到这边 线上绕一圈 让线固定紧一点 这样才不容易散开 好我们在这边再打一个结 它这样子就很牢固了 然后接着 我们把帽子翻到正面来 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个毛线球也可以 那我们这次我们就用这种 这种羊毛球穿过去 那我这个是纺制的羊毛球 因为我觉得纺制的兔毛球 我们就用兔毛球穿过去 从这个旁边穿下去 穿到里面 那这个结可以打成死结 也可以打成活结 打成死结的话 你就不可以换别种颜色 那活结的话就可以换成别种颜色的 那个兔毛球 因为这种兔毛球 它有很多种颜色 好这些线固定在旁边 这样就行了 我们把它打成死结好了 这样就可以不用换 换来换去 好 我把它打成死结 然后再给大家看帽子 呃 制出来的样子 好我们帽子完工会是这种样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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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